在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支援下,持续一周的野门战士出现较大进展。 野门政府军十九日遇藏匿在河台达国际机场的胡赛武装人员激烈交火,之后控制了整座机场。 同一天,联合国为避免各方在河台达基站的斡旋,努力宣告失败。 分析人士指出,河台达港是胡赛武装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渠道之一,这一战对双方而言都十分重要。 但同时,该大也是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人猪的重要通道。 如果战事久拖不绝,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将让联军的盛事大大缩水。 政府军夺回河台达机场,在多国联军支援下,野门政府军十三日发起收复河台达的黄金军事行动。 19日,野门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在多国联军支援下,野门政府军当天完成对河台达国际机场的清酒任务,并完全控制了整座机场。 6月19日,秦政府武装,集结在野门河台达国际机场附近。 新华社法新野门政府军指挥部门一名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 多国联军的战机当天空袭了机场部分射尸,打死数十名武装分子。 之后政府军开始进攻这些射尸,并与武装分子交火。 在迫使武装分子逃云后,政府军彻底占领机场,都国联军2015年对野门进行派路攻封锁之后, 胡赛武装绝大部分武器和战略物资都是请河台达港入境。 一旦政府军收复河台达,胡赛武装将面临不及断裂的危险,为防止野门人道主义危机爆发。 联合国希望避免各方在河台达激战。 然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马丁格里菲斯,十九日离开也门时,他在当地的斡旋,被取得。 任何成果,像战恐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分析员是认为,战事开始以来, 也门政府军和联军的军事行动较为顺利。 但无论是战事导致人道主义危机爆发,还是河台达港被战毁,或在工程阶段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恐怕都将给所谓战火打上问号。 6月19日,在野门哈杰的一处临时营地,从河台达逃离的人们,在临时之所休息。 新华社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过去一周连军捷报平船,在地面战场不断推进。 数百湖赛武装人员被击毙或俘虏,但河台达之战,仍将持续一段时间,接下来可能出现巷战。 由基顿出身的湖赛武装,对巷战不陌生,而联军的飞机和重型武器发挥则将受限,野门战事持续近三年,已将这个国家推到大规模饥荒的边缘。 上万平民死于战事,由于河台达位置重要,这场战斗可能影响整个战局的走向。 但不应忘记的是,这座城市居住着六十万平民,河台达岗更是物资进入野门的最重要门户之一,战事久拖不绝,甚至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将让联军当前取得的盛事大大缩水。 年间,野门是人造主义危机重灾区,2014年9月,湖赛武装夺取首都萨纳,后夜占领野门南部地区,迫使总统哈迪前往沙特避难。 2015年3月,沙特等国针对湖赛武装,发起大号来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 6月18日,从野门河台达机场附近村庄撤离的儿童,在河台达一所作为临时安置点的学校里吃饭,新华社路透野门近年来一直是人造主义危机的重灾区,北部地区更是首当其冲。 联合国发布的数据显示,野门目前有近1800万人缺乏食物保障,其中840万人为极度缺乏,经乎台达港入境的人的主义物资不需要野门北部诸多省份,涉及总人口来1000多万。 尽管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呼吁台方口岸防止人道主义危机爆发,但湖赛武装都表示拒绝,而坚持,李大伟记者,陈林编辑。 霓虎梅王峰峰孙号视频,聂运鹏杨云演责任编辑。